这几天睡在这个厂区的宿舍里面 我现在把车子骑到外面去 去有点事 还有我的快递 还有好几天 两三天就会到了 大概买了五六个快递 这两天在这里休整了 挺好的 他们都在上班 工厂里面 我就去外面 我还买了镜子 两边的镜子都准备好了 这样其实醒起来都可以看到 两边都可以看 原来我都只能看一边 现在两边我都准备了 工厂里都在上班了 我在外面骑了一大圈 到处找那个轮胎也找不到 那天那个人问 我问了他 他说是什么 什么修三轮车的地方 我一路找 也找不到 车过来了 今天没有解决到轮胎 轮胎没有解决 现在在瑞安大桥上 这边就是长江 贝云江 贝云江的水 一直通向大海 那边也有一条新建的桥 然后我左手边 不知道镜头有没有拍到 在那边还在修建那个桥 现在是往回骑 找轮胎实在是 太少了 就没有 没有我要的那种板车的人胎 只有自行车的 自行车的没用 我也没拍这些过程 就没用 找的那些没用 我之前就是自行车的 那一弄就断了 所以说 这个车就是宽了一点 有阻力 但是它结实 它不会坏 快吃饭 吃饭了 你不吃啊 这两天 在这个我原来上班的工厂 安散协业 在这里住了几天 准备礼拜一就要出发了 因为我的快递 这两天就全部到了 把了一些快递 炉子也准备把它换了 我那个 在面积的那个炉子有点大 就把它换个小一点的 在我的橱窗里面 我自己买了个小号的 小号的也到了 我现在要把我这个房车里面的 全部收拾一下 我这个玻璃怎么全部发裂了 这里晒太阳晒两天 就晒炸的了 这个怎么炸的了 无缘无故的 刚才把里面那个透明胶也沾了一下 手都被它搞出血了 都放裂了 到时候去外面换吧 现在这里面规整好了 我有些东西清出来不要了 来 这个是睡袋 这个就是我用电的设备 这边等一下我这个摆到前面去 这里面装的是酒精 那个是我的充电线什么的 一个枕头 就这样 这里面那个就是充电器必须要要的 修车工具 然后灯 然后这里一点设备什么用的 那里面空间就是有点小 放了一下子就放满了 然后那一代就是我穿的备用鞋 必须要戴两双 然后现在我就是规整这里 这个包是野猫牛在冯草里面 激公大哥送给我的 去买一个这个包也要好几百块钱 它非常好呀 我刚才把这里也收拾干净了 收拾干净了 我想把这里空出来放东西 放很多东西 然后就是把这个做饭的 就是激公大哥送给我的这个包 这个包非常好 里面放了很多东西 吃的一些用的大米啊什么的 都放在里面 然后用的时候直接提出来 这不就很好吗 睡觉就睡在这里 现在没有任何杂东西了 对吧 这里面就够了 然后就是那个窗户我要去弄了 在这个轮子 等一下就把这个车子全部给它洗了 这里拆下来了 那些就不要了 框子也不要了 那个垃圾就扔了 这里 我看是狗笼是放在这里 还是狗笼是放在这里 行走的时候狗笼 我不知道是放这边还是放这边 我估计放这边会好一点 放这边 这个钩子啊 承受的力气会小一点 放在这里 狗笼加上狗几十斤 就重了 就就力量就全部堆在这里 就它受不了 还是放在这里 那这样子规整的就差不多了 我的小房子里面也规整的很漂亮了 就是外面还有一点脏 有点脏 我会把它洗干净 每次我都会把它抹得干干净净的 不会让它这么脏了 然后里面的规划就是这样 也不会再增加东西了 来 这里很平整的 再看一下了 朋友们 里面就是修车工具 充电器 然后这个就是我煮饭的包 只要煮饭的时候 就把这个提出来 里面拿柴米油盐酱醋茶 从里面拿 然后睡袋把它叠好 规整 甚至睡觉很清爽的 在安塞协业 修整了好几天 快递大概后天 显示后天会到 后天会到 东西到齐了 就准备出发了 在这里感谢安塞协业的老板 陈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真的很感谢 在这里一路 关心我 然后还让我住在这里 还给我一些很好的一些支持 我会努力加油的 朋友们 把我点赞 点赞 安塞协业 然后后面我会去车间里面开一下 这里就是这个安塞协业的员工宿舍 这几天我就住在宿舍里面 他们都在上班 非常感谢安塞协业 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这边是冲材车间 专门冲料的 就是鞋子上面的所有的配件 都是在这边完成 都是在这边完成 材料 这边是机器划线 非常快 这边是成型 A线 这边是半成品的鞋帮 帮面 这是防水鞋 下面有袜套 还认识我吗 鞋子 就是这样子 前方机把它夹起来 这个就是防砸的 钢头 这边的环境非常整洁 干净 地面 地面都可以像镜子一样造人 鞋子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大家能够看 就看得明白 都是为大品牌代工 环境非常好 因为把品牌露出来了会不好 我们去后面 后段看一下 这边就是鞋子一排流下去 生产 这边贴底 刷胶贴底 然后空气都会排到外面去 这边工厂里面刷胶 你闻不到这个胶水味道 它都会排出去了 环保这一块做得非常好 干净整洁 那边鞋子就出来了 那边鞋子就出来了 出来了我就不能拍了 因为都是一些大牌子 大牌子的话 会被客户说啊 投诉啊 会有影响 呃 这边是针车 人员都坐满了 你好啊 忙不忙现在 忙不忙 忙好 忙好 你这个是第七组啊 第七组 大家都在 做鞋 就是这样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然后一双一双的 赚到每一个月的工资 就这样做出来的 这个是 这里的管理 你这个是在干什么 缝鞋啊 缝鞋 有个标漏了是吧 标漏了 给它缝起来 因为帮便的车的差不多了 然后标 商标可能漏了 一只粉一下 无所谓 从这个车间出来了 还有楼上 楼上就不去了吧 因为这一栋楼都是针车 都是针车车间 呃 那边是成型 成型 成型一二 上面是专门放炫头的 现在去保安室 把快递 今天有两个快递到了 还有几个快递 都是一些小狗啊 还有我路上用的一些 必须要 我看一下啊 那个小狗的那个 驱成药 啊 这位阿公 是这里的 做门位 是这里非常好 对我们进出啊 开门非常好 然后快递这边 他都 看得非常好 也不会漏 也不会掉 真的 每一个每一位工人 到这里拿快递啊 都很好 没有拿错的 我的快递找到了 这边是冲材车间的领导 管理啊 这边是冲材 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哇 这两位帅哥美女 这边是 呃 冲好的材料 那个材料仓库 我们都是同事 我之前就在这里打螺丝 哎 领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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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们的冲材车间的领导 管理 好 这个快递我打开了 刚从那个冲材车间出来 和他们聊了一下天 我的铁锹 我把它放在狗笼里面了 我这里到时候走的时候 把它收拾干净 我这个边都已经规整好了 哦 还扫一样东西 我到时候去 他厂里找一块那个 尼龙布啊 那个不要的 他们装材料的 用完了 那个尼龙布 他们都会扔掉的 我会拿一块 大一点的盖起来 防雨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的车子收拾好了 快递一到 就出发了 带上我的铁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